首先有Notepad 这是微软系统自带的 Notepad是什么呢 其实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记事本啊 来看一下 NOTAD 然后车回车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记事本啊 可以在这里面提起来吗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种工具叫做AdPlus AdPlus呢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那它这里面的这个格式啊 和关键字啊 都是一种高链显示的 有这样一个格式 好 那现在我把它关掉 然后还有一种工具呢 叫做Eclipse Eclipse它比这个AdPlus 和这个Notepad 都强的不止一点半点 因为Eclipse里面 它有快捷键 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去开发 那么现在啊 我这里面 这个其实就是Eclipse 但是它现在打不开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安装完GDK之后呢 还没有去配这个环境变量 一会儿配完环境变量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那么还有这个MyEclipse 所谓MyEclipse 叫做我的Eclipse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在Eclipse的基础上 它装了一个插件 那么装了一个插件之后呢 它更有利于我们去做外部方面的开发 所以我们基础班前阶段用的是IzPlus 然后呢 学完面向对象之后 我们就开始用的是Eclipse 等到就业班 你做外部开发做的比较多的时候呢 就用的是MyEclipse 那么Eclipse它的好处是开源免费 它是免费的 就是不花钱的 那么MyEclipse 人家那公司自己给这个Eclipse装了一个插件 然后呢 它叫做MyEclipse 就是我的Eclipse 你要用我的Eclipse之后 你就必须怎么样 必须得花钱去买 但是在咱们中国 很少有软件是花钱的 因为你即使是要收费的 我也有办法去给它怎么样 对 破解掉 好 那么这就是软件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现在咱们不着急上来就用Eclipse Eclipse 因为Eclipse里面的快捷键太多了 如果你用快捷键用的太多的话 就导致有一些代码你就不会写了 所以呢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 先来看这个Notepad 用它如何去做软件的一些开发 好 那这就是开发工具的介绍 那么这个指点我们就停在这里